在太原西山白家庄发现一个神秘建筑 上面有一只老虎 咱们这就进去一探究竟 光看这个大门就已经很有年代感了 不知道里面的建筑当年是干嘛的 院里主要有一排红色的三层小楼 外边看到的虎楼就在最里面 看样子虎楼已经荒废很久了 外墙的玻璃木墙已经都破损了 虎楼的大门紧锁看来是上不去了 有谁知道虎楼的历史吗 仔细看外墙老虎是用马赛克平成的 楼顶还有一个亭子 院里这排红色的小楼也是年代感十足 这个石拱门也是我没见过的样子 还挺有意思啊 它还有楼梯 看来不是拱门了 是个拱桥 咱们走上去看看通往哪里 这桥还挺窄的 两个人错不开身 看来当年大家身材都很不错啊 上来了 这个拱桥和二楼是连同的 站这看看大院吧 这里有谁的童年 又有谁的青春故事呢